小张的头上包着纱布,医院病历上写着,左侧头额布,一约四厘米裂口,深达颅骨,伴有头皮动脉断裂。 小张在杭州下沙一家餐厅打工,野风海天城小区这套房子是餐厅老板给小张他们租的,几个人已经住了一个多月。 小区物业提供的监控画面显示,3月15号晚上9点27分左右,小张和两位同事准备走出单元楼,走在最前面的小张,把一扇玻璃门往外推到底。 玻璃门随后发生了爆裂。 小张告诉记者,两位同事没有受伤,现场的玻璃碎渣和金属部件后来被小区物业清理掉了。 小张在采访中提到的那个铁,指的是玻璃门的磁性门溪。 小张说,事发当晚,餐厅经理和同事把自己送到了医院,1000多块钱医药费使餐厅经理垫付的。 医生说,血管断了两根,同样缝了几针呢? 缝了八针,好像。 那么大概这个恢复要多久啊,医生跟你讲? 差不多一个多月之后。 小张的叔叔说,事后他找到野丰海天城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反映情况。 保安队长就说先看病,可是因为他做不了主,他要问领导。 我是在旁边听到了他们两个在通话,他说走程序,我也不知道他走什么程序。 那么现在你们将来要求是什么的? 小区物业的安保经理表示,事后他们查过事发监控,也向公司反映了小张受伤的事情。 安保经理认为,玻璃门爆裂可能和小张的推门动作有关。 推到间隙大了,下面有一个香味,推过香味以后,引起这个玻璃爆裂,后来这门磁,找到头上了,那么就早就受伤了,是吧,是的。 这一扇出色的玻璃门已经用了多久了? 这个应该好几年了吧? 有时候我还没开门的时候,他就到底了,就没关门了。 那你觉得这个门爆裂,玻璃爆裂和这个门戏掉下来跟你推门的方式有关系吗? 我觉得没关系。 至于小张的后续医药费和营养费怎么赔付,小区物业的安保经理也做了解释。 这个因为我们物业公司也有保险,现在我们已经走保险流程了,就这个保险流程大概需要多久? 保险公司很及时恢复我们,就是说把这个病看好以后,把单据保留好,按照正常流程序过来,来报销。 首先就是担心那个伤疤,那时候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啊? 很一定要去沟通啊,他们后续医药费还愿意垫付吗? 小张的叔叔表示,自己也可以先支付后续的医药费,但是他希望小区物业能拿出更有诚意的解决方案。 对此安保经理表示,他会向物业经理汇报情况,尽快给小张和家人一个明确答复。 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。